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13日 我们知道呢 6月23号曾经有一个国际事件很大 也就是俄罗斯和英国的海军对抗 这个俄罗斯的海军喊话当时啊 你必须离开俄罗斯联邦的领海啊 如果你不改变航向 只右旋 我们讲开火 后来真的开火了 只是没有集中目标啊 不是故意的有意识的这个集中 就是警告一下吧 但是毕竟是开火了 这个过去是很少这样的啊 这个所以英国军舰执意出现在克里米亚海市 俄罗斯最后选择了开火这个警告 当时是轰动一时啊 所以体现了这个普京这个强悍的这样一个性格 但后来是普京事后说呢 就算俄军将涉事的英国军舰击沉 也不会引发这个三次世界大战 说为什么他说 因为西方大国清楚 他们无法在全球冲突中胜出 也催催一把牛皮啊 这是普京讲的啊 这篇文章登在这个海外的多维网上 那么我也和大家一起解读解读啊 谈谈我的想法和大家分享啊 说是脱离欧盟之后啊 意图彰显全球大国地位的英国 自然不肯放过任何路面的机会 除了在克里米亚海域向俄罗斯发出挑战 挑衅 7月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号航母编队 穿越了苏尼中英河首次抵达印太地区 尤其要现身在南海向中国展示力量啊 这篇文章在讲这个原因的时候 我认为他讲的不正确 就是英国为什么这样做 我认为英国最主要的敌伙就是 中英联合声明被撕毁啊 单方违约了中共啊 因为邓小平和撒切尔人家 当时谈判的时候谈得真的是很艰难啊 这个撒切尔还这个情绪非常激动 跌了一跤 是不是 这个阿根廷的故事啊 当时这个网上都有 因为那个时候97回归的时候 本人正好 那期间进的香港文汇报不久啊 到香港文汇报去开会 那时候是香港文汇报回归 香港文汇报建报50周年啊 那时候觉得这个见了很多人啊 也知道一些内部的情况啊 觉得很有意思啊 那么这篇文章他讲的原因是什么 说是英国外奥大臣啊 叫拉布强调 将英舰派往克里米亚近海 是英国海军合法航行的权利 从乌克兰水域到南中国海 我们都有权这样做 这都是假的冠冕堂皇 其实主要的敌伙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香港问题啊 就把这个英国人耍了 就等于啊 彭定康那不最后一次 离开这个香港的时候啊 都有这个演说嘛 是吧 那个当时邓阿平和这个 邓阿平也好 还是赵紫阳也好 是吧 中国那些领导人 应该讲都有明确的态度啊 后来江泽民时代也没改变啊 香港这个马照跑 舞照跳啊 股票照炒 是吧 一切没有大的改变 有一些人在97前 纷纷移民加拿大 有一些后来都后悔了 一看香港没什么变化 光在哪还可以啊 还守信呢 就50年不愿 20多年 结果后来到了习近平 这个时代就完蛋了 习近平完蛋最主要是会在这个 两点上 一个他本身的这个 地能 就是认知能力太差 素质太差 第二就是马匹精们一捧 然后越境抓人 以前我都是讲到泰国抓了阿海 香港 深圳抓了王建民 深圳抓了王建民和这个香港抓了林荣基 抓了这些人以后 导致抓了这个肖建华等等 整个就把香港搞完了 搞到今天的成果 美国等国际社会 特别英国一看 你不守心 彻底就对中共失望了 这是最关键的 所以英国一定要什么 要扬眉吐气 我要是出这口气 怎么出 航母就出现了 是不是 伊丽莎美号 好当当就出来了 是吧 说从这个乌克兰水域到南中国海 我们都有权这样做 俄罗斯报7月7号看文称 伦敦的军事野心 随着推出欧盟人明显扩大 其实不是野心 我认为他就是 还是有心里有气 对不对 这个曾经的帝国正在招手巩固其在南海和黑海的存在 他这意味着多威望嘛 是中共的大外宣阵地 那肯定是要有倾向性 是吧 但是这个文章写的 从写作的角度来讲 还是绝对老辣 因为他这个网站有钱嘛 估计支付的稿费不少 有些文人愿意写 是吧 但你写的时候就要向这本倾斜倾斜倾斜 但如果看我把它挣过来了 我认为他这篇文章讲 伊丽莎比尔女王号出发前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航界上中国喊话 我们的要做的事情之一 显然是向我们的中国朋友表明 我们相信国际海洋法 我们将一种自信而非对抗的方式 来证明这一点 实际上已经对抗了 就对他这种在南海岛礁上 建军事设施这一点上 喊不 因为什么南海 大家都知道 南海有宗裁 宗裁法庭有结论 是倾向于菲律宾的 中共他这个狂妄自大 你知道吗 他不理睬 觉得反我军事实力 实力够猛 比菲律宾要猛 最多菲律宾都特尔特 到中国的时候 给人给点好处 到香港去玩 给提供点方便 然后在这大事上 国家大事上 特别是南海岛礁问题上 他这个耍声 其实正结在这里 那这篇文章讲说 在弹己航母即将到达南海一世时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切六号表示 英国将一种自信而非对抗的方式 执行这次任务 我们已经向中方告知这个问题 我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重要事 没必要引起紧张和焦虑 中共肯定焦虑了 因为都战成一排这么多国家 难道不焦虑 别看灌民吹音 欺骗国内老百姓 从核心层 决策层肯定是 你不知道多么着急 这事是吧 英国第一海部大臣 海上海军上将叫拉达基 称 本次航行将展现英国海军的新实力 中国有必要思考航行的意义 英国女王和首相 都被伊丽莎白女王号送行 日本广播公司称 派遣这艘航母前往印太地区 是为了提升英国在该地区的参与度 并威慑正在该地区 施加影响力的中国 这个日本人其实讲的还是对的 这边文章也讲到了 中国红线考验英军航母 这边文章的重点就在这里 如果这次再到这个地方来 中国敢不敢像俄罗斯那样 打他一枪敢不敢 实际在这里 这边文章说 澳大利亚 一个亚迪肯大学教授 叫布坎南说 伦敦希望借助航母远航 行动向外界证明 英国在脱河后 再次成为全球性大国 但英军航母编队 在南中海将面临比黑海 影响严峻的局面 俄罗斯独立报6月3号报道 北京正在分析俄罗斯军舰 对英国驱逐舰开火警告事件 毕竟该局的下一幕 可能发射在南海 就是类似情况将发生 你土共老共 整天说大话 老公到底敢不敢这么整 假如你整了开枪了 人家会不会反击 还击 是不是就干起来了 这都考虑到那样 你习近平毕竟不是普京 是不是 你看这个文章讲说 英国的电讯报说 航母将不会驶进台湾海峡 以避免对中国工程挑衅 好像这个意思 英国的航母不会 那么敏感到那个程度 说针对英国航母 巡航南海的举行 举行 英国前国安顾问 叫李茨基指出 这是一场外交秀 而不是军事战略 派航母向东方 是为了彰显同盟友的 和盟友的密切合作 因为 英国还是站在美国这边 假如开战 肯定是应美联军 一定是这样的 针对 针对英国航母南海事件 他这么表示 分析人士说 英国本身并没有 要在军事层面 同中国开伙的打算 前往印太是一种姿态 就是坐着秀 亮了拳头 英国未必能敢作出出格之举 英国航母进入南海后 不会脱离解放军的视线 如果闯入南海 岛礁十二海 解放军必然会强硬驱离 你看这边 他用词强硬和驱离 就是矛盾 他不敢开口 坐着秀 因为什么 你想习近平这个性格 大家已经看到了 从2012上来以来 连那个天津大爆炸 他都不敢寻想 武汉肺炎 他更是藏起来 戴了口罩 就他这个胆 打仗肯定是不行 真的 所以我认为 他在南海 不会想防照普京 他不是普京 他就在 在普京的后边 学普京都学不下 说是这样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